听到欧阳云的这话 血沙宗重人顿时加紧了攻击 玄建宗这边的压力更加巨大 谭忧心面对着对面血袍舞者的攻击 身上满是伤痕 他身上的灵符早已经用完了 就连用闪动符逃跑已经视所不能 若时占据落败 他也就唯有死路一条了 薛丽颜和马景耀两人 看着这崩坏的局势 心中暗叹一声 已经做好了逃跑的打算 眼下已经是势不可为 他们总不可能真的留下来等死 树生巨响之下 左丘莲竹和唐宁心 在楼叶梦等人联手之下 相继被击伤 浑身鲜血淋漓 不过楼叶梦等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之前硬挡着这两个 接近华海境实力的两大强者 他们这边也付出了 二十多名血袍舞者的性命 楼叶梦等人 也是深受重伤 趁着两人秘术效果的消退 楼叶梦等人一举把两人击败 薛丽颜和马景耀看着这一幕 已经做好了用闪盾符逃跑的准备 左丘莲竹和唐宁心一死 这场战斗已经再无悬念 如果他们现在不走 恐怕到时候就算用闪盾符也跑不了了 深途飞彻见到这一幕 心中也是一击 他想要抽身去救两人 但是被欧阳渊死死拖着 根本就拖不了身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雪下沼泽上忽然想起一声惊天的爆炸 大量的泥水被炸得犹如箭雨一般向着天空倒射着 在那爆炸的中央 众人只见一道百翼身影从沼泽中飞起 落到了岸上 众人见到这道百翼身影 脸上皆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尤其是鸾光辉 更是一副见了鬼般的模样 这怎么可能 楚剑秋怎么可能还活着 任何一个中了他那一掌 而且还落入血煞沼泽中的人 都不可能活下来 鸾光辉可是深知自己那一掌的威力 即使楚剑秋有越阶而战的实力 也不可能在仓促之下挡下他那一掌 更何况 这个血煞沼泽中血煞之气如此浓郁 就算换做血煞宗的弟子 在如此浓郁的血煞之气的侵蚀之下 也不可能活下来 但是楚剑秋不但活下来了 而且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但好像自己之前的那一掌 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 而且就连那些血煞之气 也伤害不到他丝毫 最领鸾光辉以及众人吃惊的是 楚剑秋不但活着 从血煞沼泽中出来了 而且修为还晋升到了 真气境五重巅峰 楚剑秋在真气境四重的时候 战力已经是那般的恐怖 在他那层出不穷的手段之下 连楼叶梦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如今 他晋升到了真气境五重巅峰 那么现在谁还能够击败他 楼叶梦看到 浑身散发着强大气息的楚剑秋 心中不由一阵发寒 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死不了 反而凶伪莫名其妙地 晋升了一个等级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楚剑秋 你没死 唐宁心大叫道 泪水又忍不住奔涌而出 不过这一回是因为袭击而起 左丘连主凝望着楚剑秋 一言不发 只是这般睁睁地看着他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对楚剑秋的感情 貌似于对其他男子的感情很是不一样 在没有经历过这次变化之前 左丘连主都一直没有发现 自己对楚剑秋的异样感觉 但这次亲眼见到 楚剑秋被击落血沙沼泽时的那种 撕心裂肺 以及这次重新见到他还活着时 那种一下子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的感觉 是如此的奇妙 这种大起大落的感觉 使得他一下子都争住了 一时间都不知所措 只是蒸蒸地宁谋无语 欧阳渊脸色阴沉地 犹如滴出水来 想不到楚剑秋被击落血沙沼泽之中 不但没死 反而莫名其妙地又今生了一层修为 柳天瑶则是眼神复杂地 看着楚剑秋 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命大呀 楚剑秋看着唐宁欣唯唯一笑道 放心 我没有这么容易死 不过他随即 发现了左丘连主 与唐宁欣两人伤势的沉重 与气血的衰败 对剑闻广佛的楚剑秋 自然一眼看出了两人是动用了秘书的后果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脸色不由微沉 作为亲传弟子 他深知动用这种秘书的代价之大 尤其是左丘连主 在封禁境界的情况下 还动用这种秘书 显然已经伤及了大到根本 以后修为能不能再进一步 都是两说 楚剑秋扫过一眼现场 冷冷地瞥了一眼 逼上来的楼燕梦等人 淡淡地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说着身形一晃 犹如闪电一般 骑掠而出 一掌向人群中的鸾光辉拍去 对于鸾光辉这个罪魁祸首 楚剑秋自然不可能放过 虽然鸾光辉见解 让他因祸得福之下 炼化了血沙沼泽中的血沙之气 但却是造成左丘连主 以及唐宁心等人 伤及武道根本的罪魁祸首 而且这么多 玄剑东弟子的伤亡 也要算到他的头上 所以楚剑秋第一个 就要拿他来开刀 鸾光辉顿时大害 楚剑秋晋升 真切进武冲之后的速度 居然快到了如此低 身形一动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鸾光辉此时 要闪避已经来不及 只好举掌硬碰 轰弄一声巨响 鸾光辉背一掌震飞数十丈 落在地上连战都站不稳 接连狂碰的漱口鲜血 众人健壮 顿时都是一阵骇然 楚剑秋晋升为 真切进武冲之后 居然强悍如死 鸾光辉这种程度的强者 既然在他手底下一掌 就被击成重伤 楚剑秋见鸾光辉 接下自己一掌之后 还能站立 心中略有几分意外 这鸾光辉不愧是 玄剑宗内门弟子排行榜上 排名第23的强者 实力果然不弱 楚剑秋估计 如果鸾光辉事先 没有重伤的情况下 或许还真能 勉强和自己一战 但他既然已经伤在了 左丘连竹和唐宁心的手下 就已经不可能 是自己的对手了 在没有晋升 真切进武冲之前 楚剑秋比一般的 真切进九重的武者 强上一线 但是比起 楼叶梦鸾光辉这种强者 却是弱上一筹 现在晋升 真切进武冲之后 即使是面对 全胜时期的鸾光辉 楚剑秋在不借助 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都有把握战胜 楚剑秋身形又是一晃 朝鸾光辉又扑了过去 半途之中 手一张 一把寒意深深的长剑 出现在手中 无数道灵力无比的剑气 朝鸾光辉洒落 这一回 鸾光辉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灵力的剑气 切成了碎片 一个声名赫赫的天之骄子 就此陨落 楚剑秋行动实在太快 众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鸾光辉便已经丧生在他的手下 楚剑秋杀了鸾光辉之后 转身望向楼叶梦等人 脸色一片淡漠 手中长剑散发着冷冷的寒光 剑名秋水 左丘连珠看着楚剑秋手中的秋水长剑 心中忍不住都有几分忌妒 师父还真是偏心 却把秋水剑都给了小师弟 秋水剑是师父崔雅云 年轻时使用的法宝 就连师姐洛芷云和他 师父都没有传 想不到居然传给了楚剑秋 楚剑秋看着楼叶梦等人 取出两道神行符贴在双腿上 又取出一道增力符往身上一贴 楼叶梦见到这一幕 心中一阵发寒 此时的楚剑秋 即使不借助任何手段 他都没有把握战胜 更何况还拿着一把 三七中品法宝的长剑 还往身上贴了这么多的灵符 楼叶梦此时没有任何战役 立刻掉头就走 以他此刻的状态 去面对此时的楚剑秋 简直和找死无意 除非他再次唤醒血孤 或许和楚剑秋还有一战之力 但以他目前的伤势 再次唤醒血孤 即使能够战胜楚剑秋 他自己也离死不远了 任务虽然重要 但是姓名显然更重要 更何况 这个根本就不是他的任务 而是欧阳渊的任务 他只不过是追击楚剑秋时 恰好碰上了这场大战 这才卷了进来 犯不着去为欧阳渊拼命 秦冲见到楼叶梦掉头跑了 他哪里还敢逗留 也跟着迅速离开 他虽然自视实力高强 但也有自知之明 此时的楚剑秋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对付的 只不过看到楚剑秋 那强大无比的实力 秦冲心中也感觉一阵发寒 一个真气静武虫的武者 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这还真是活见鬼了 以前那些所谓的天才 在这种妖孽面前 全都是垃圾 同时秦冲心中 不游也有几分忧虑 玄剑宗有这种妖孽 对血沙宗很不利 一旦这种妖孽成长起来 根本就没有血沙宗的活路 以前他对欧阳渊的天资 还感觉惊艳不已 区区的真气静八重的兄弟 就能够和他们这些 真气静九重的顶尖强者抗衡 简直是血沙宗 百年一见的天才 但是现今 见到楚剑秋之后 发觉就算欧阳渊这种 血沙宗百年一见的天才 在楚剑秋这种妖孽面前 也是不值一提 楚剑秋见到楼叶梦 和秦冲的撤退 并没有去追赶 现在最为关键的是 赶紧把血沙宗这些弟子击退 以便给左丘连主 和唐宁心等人进行治疗 左丘连主和唐宁心等人的伤势 尾时是太过沉重 拖得越久越不妙 楚剑秋提起秋水剑 在人从之中纵横着 凌厉的剑气划过 那些实力强大的血袍舞者 应声而道 楚剑秋杀入这些血袍舞者之中 犹如虎入羊群 转眼之间 并有数名血袍舞者 死在他的剑下 虚立眼见到大发审微的楚剑秋 心中不由暗暗赞叹 天水兄果然不同凡响 一出手就是这般的惊天动地 此时楚剑秋一人 就足以杀败所有的血袍舞者 他们这些人也终于可以解脱出来 欧阳渊见到楼叶梦等人的撤退 顿时不由大怒 又见到手下的那些血袍舞者 被楚剑秋大量地屠杀 脸色顿时一片铁金 欧阳渊一咬牙 就要使出压箱底的手段 和楚剑就拼了 此时柳天瑶在一边提醒道 劝你还是不要冲动的好 毕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若是耽误了大事 恐怕回到宗门 老祖会饶不了我们 即使是你有立长老护着 恐怕都要承担不起 欧阳渊文言 冷哼了两声 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挥了挥手 喝倒 撤 若是他祭出杀手锦 必然可以斩杀楚剑秋 但是这杀手锦只能用一次 用掉了就不能再用 而这杀手锦 却需要用在最后的任务之中 如果他在此时 用掉了那个杀手锦 必然会耽误这次宗门的任务 这种后果 即使是他师父都承受不起 更何况是他 那些血泡舞者 听到欧阳渊的命令 顿时松了口气 纷纷夺路而逃 他们此时已经 被楚剑秋杀破了 但早已经五心恋战 只是涉于欧阳渊的淫威 不敢擅自逃跑 如今欧阳渊下令撤退 他们哪里还敢丝毫逗留 不过欧阳渊虽然下令撤退 但是最终能够带走的 只有二十多人 在之前 与玄建宗弟子厮杀时 就已经死了不少血泡舞者 后来又有不少血泡舞者 死在左丘连竹和唐宁兴的手中 再加上 死在楚剑秋剑下的 这次 血泡宗至少折损了七八十人 不过玄建宗这边 也比血泡宗好不到哪里去 一百多人的队伍 最后还能够活着的 只有三十多人 若非最后 楚剑秋出手 这一次 他们只怕会全军覆没 在楚剑秋出手的 那短短一盏茶时分 至少将近二十名的血泡舞者 死在他的剑下 杀对了血泡宗的那些血泡舞者 楚剑秋这才查看 左丘连竹和唐宁兴的伤势 一番查探之下 楚剑秋的眉头 不又皱了起来 这两人身体的损伤 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尤其是左丘连竹 直接伤到了生命的本源 这种伤势 要想治好 并非意识 不过好在 这次进入秘境之中 大家采摘了不少品贴不低的灵药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外面极为稀有的珍贵灵药 情况倒还不至于 太多糟糕 若是缺少这些珍稀的灵药 大才是真正的棘手 楚剑秋为两人体内输入大量的珍气 同时给他们服下九转润泽环丹 混沌天地绝的珍气 本身就具有极为强大的治愈能力 加上九转润泽环丹 虽然不至于彻底治愈两人 但至少能够缓解两人身上的伤势 深途飞撤此时走了过来 向楚剑秋拱手行了一礼道 在下深途飞撤 这位师弟瞧起来眼生得很 不知道怎么称呼 深途飞撤对楚剑秋表现出来的实力震撼到了极点 一个区区真气静武虫的武者 居然实力强大到如此地步 这委实是令人匪夷所思 真气静武虫在玄剑宗旨中连内门都进不了 但楚剑秋这个真气静武虫武者 深途飞撤估计在内门之中 除了那些化海精的强者 以及在内门弟子排行榜上 排名第21名的扎心河 无人是楚剑秋的对手 深途飞撤掂量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若是楚剑秋在没有借助那把三级中品的秋水剑 以及动用那些古怪的灵符的情况下 自己或许勉强能够和他一战 但是若楚剑秋手拿秋水剑 或者动用那些古怪灵符的情况下 自己就不是楚剑秋的对手了 楚剑秋拱手回了一礼 微笑道 第四封弟子楚剑秋 见过深途师兄 深途飞撤文言吃了一惊 楚剑秋居然是清传弟子 不过他随后心中也就释然 如果楚剑秋不是清传弟子 那才是最大的怪事 以楚剑秋如此精神的天资 如果都没有成为清传弟子的话 那玄剑中就真的是没落到极点了 不过楚剑秋居然是第四封的清传弟子 深途飞撤还是感觉有几分怪异 第四封和第七封向来都不招收男弟子 尤其是第四封 弟子更是少得可怜 数打一个第四封 包括封主崔雅云在内 居然只有区区三个人 这一次 崔雅云居然会破例招收楚剑秋 深途飞射尾时有几分意外 楚剑秋 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唐宁新此时终于忍不住问道 听到唐宁新这话 顿时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这是所有人都好奇 但是又不敢问的问题 楚剑秋在那么浓烈的血沙之气的侵蚀之下 居然都能够活下来 这尾时令人惊奇 那么浓烈的血沙之气 即使是化海镜强者 恐怕都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 更何况是楚剑秋这个 区区真气镜五重的舞者 而楚剑秋不但活下来了 而且胸围还莫名其妙地提升了一个境界 楚剑秋唯唯一笑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只是迷迷糊糊地 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进入身体 然后醒来之后就突破了真气镜五重 楚剑秋随口胡邹地随便说着 他总不可能把混沌天地诀 能够炼化血沙之气说出来 这种事情一旦说出来 恐怕他讲永无宁日 不但这里的同门会寄予他的功法 就算出了秘境之后 玄剑宗的高层也难免不会生出寄予的心思 唐宁星还想要继续再问 却看见左修连主给他使了个颜色 唐宁星顿时醒悟过来 立刻住口不言 楚剑秋能够从血沙沼泽之中活下来 显然是身上藏着极大的秘密 结合刚才血沙沼泽上发生的异变 这个秘密恐怕还不小 自己或许只是一时的好奇 但是若是其他人知道了楚剑秋身上的秘密 却难免不会生出其他心思来 唐宁星只是平时不喜欢动脑子 却并不是真傻 经过左修连主的暗示提醒 自然不可能再去触及楚剑秋的秘密 左修连主和唐宁星经过楚剑秋的治疗 身上伤食已经得到了缓解 看来用不了多久 这些伤食就能够恢复如初 当然楚剑秋现在能够治愈的 只是这些表面的伤食 至于两人因为动用秘书 而伤及的生命本源 却并不是这么容易治好 在给左修连主和唐宁星治疗后 楚剑秋又给其他弟子诊治了一番 伤食轻的服用一些疗伤丹药 调养一番就可以无碍 对于这些 楚剑秋并没有多事 对于那些伤食极为严重的 楚剑秋才出手治疗 并且赠予疗伤的丹药 在楚剑秋的治疗下 那些弟子身上的伤势得到极大的恢复 左丘连主看着楚剑秋 眼神越发的惊艳而复杂 和楚剑秋接触的时间越长 他反而越发看不透楚剑秋 只感觉楚剑秋犹如一座无底深探 怎么探都探不到底 这个小师弟不但精通 灵符 阵法 现在看来连一道都躁已匪浅 恐怕这家伙都还有什么隐藏的技能 都未可知 等到众人都恢复了大半之后 楚剑秋看着众人道 好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此处并非久留之地 他虽然暂时把血沙宗的人杀退 但却难免他们不会卷土重来 他可不相信 血沙宗近来心责秘境的就这么点人 一旦他们大举来袭 他自己是不怕 打不过顶多跑就是了 但是这些人却难免遭到毒手 他之前能够吓退楼燕梦和秦冲 只不过是两人那时都受了重伤 若是在两人全胜之时 楚剑秋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 以他目前的实力 楼燕梦要想击败他 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若是双方底派尽处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两败俱伤 而且欧阳渊在撤退之前的那一刻 身上所散发出的那股胸利气息 使得他都不由一阵心悸 欧阳渊身上便藏着了不得的凶物 这也是楚剑秋警惕的原因所在 身途飞撤道 楚师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回去啊 还能有什么打算 楚剑就瞥了他一眼道 现在塔天机玄中草已经采摘到手 不回去还能有什么打算 身途飞撤顿时一愣 道 回去 回去哪里 当然是回去密警入口附近 等待密警通道开启 然后回家呀 还能回去哪里 楚剑秋看着身途飞撤 眼神中有几分看着白痴的味道 这就回去 楚师弟不去阻止 血沙宗的行动了吗 身途飞撤顿时惊奇地道 楚剑秋摇了摇头道 我的贡献值已经够多了 就不去争这点贡献值了 身途飞撤顿时急了 如果楚剑秋退出的话 这相当于他们损失了一个极大的战力 这不是贡献值不贡献值的问题 一旦血沙宗的行动成功 让他们炼制出玄魔血手 到时候我们的玄剑宗都会负灭 哪里还有什么贡献值的事情 我们玄剑宗每个人 都有义务去阻止血沙宗的行动 崔凤主因为这件事情 都中了血沙宗的血沙清明毒 我们又怎么能够退缩 身途飞撤交集地道 听到身途飞撤 提到崔亚云的事情 楚剑秋非有冷笑道 您也知道我师父因此 中了血沙宗的血沙清明毒 怎么不见其他丰主 中了血沙宗的剧毒 其实这件事 才是楚剑秋对于阻止血沙宗的行动 不上心的最大原因 崔亚云为了监视血沙宗 一年时间都没有几天待在玄剑宗内 也正是因为崔亚云 才探知到血沙宗准备炼制 玄魔血兽这个的巨大秘密 但崔亚云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但在血沙宗强者联手攻击之下 受了其重的伤势 还中了几乎无药可救的血沙清明毒 而在这期间 其他丰主都在干什么 尤其是第二丰丰主李元清 一年到头都躲在玄剑宗里面 于血沙宗的交手之中 他又出战过几次 而且这次进入新泽密境的弟子之中 除了内门弟子进出之外 各封的清传弟子 也没有见到有几个进来 玄剑七封的清传弟子之中 也并非都是华海境强者 也有不少唐宁心之洋 真气境九重的弟子 但是这次进入新泽密境的弟子之中 其他六封 除了第七封的唐宁心之外 再无一个清传弟子进来 这令得楚剑丘十分的心寒 连左丘连主都不惜封禁境界跑进来 而其他六封的清传弟子 却不见丝毫动静 其他六封清传弟子的姓名金贵 难道第四封和那门弟子的姓名 就不值钱吗 所以对于什么阻止 血沙宗弟子的行动 楚剑丘根本就提不起一点兴趣 如果血沙宗弟子不招惹他 他都懒得去理会他们 他进入新泽密境的唯一目的 只是为了采摘天机玄龙草而已 现今天机玄龙草已经采摘到手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根本就不想节外生殖 深途飞彻听到楚剑丘的话 顿时一致 因为楚剑丘说的的确是事实 对于这件事情 即使是他 都感觉宗门处事有点不公 左丘师妹和唐师妹怎么打算 深途飞彻转向左丘莲竹和唐宁心道 无论是楚剑丘为了救唐宁心 从而为他舍身挡下鸾光辉的那一掌 还是他从血沙沼泽里面 出来后对于两人的关心 深途飞彻都看得出来 这两人在楚剑丘的心中极为重要 他说服不了楚剑丘 也只能看看能不能从左丘莲竹 和唐宁心两人身上有所突破 只要他们两人同意自己的行动 以这两人在楚剑丘心中的地位而言 楚剑丘必然不会对他们两人坐视不管 唐宁心摆了摆手道 我能有什么打算 自然是听我男人的 深途飞彻 顿时一愣 疑惑地道 你男人 这小丫头骗子 如今才十二三岁 哪里来的男人 唐宁心指了指楚剑丘道 那我男人就是楚剑丘 有什么事别问我 问他就好了 深途飞彻脸色 古怪地看了楚剑丘一眼 看不出来 这家伙长得丝丝纹纹的 居然是这种人 真是禽兽啊 这么小的孩子都吓得去手 楚剑丘满头黑线 身手按住唐宁心的小脑袋 黑着脸道 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许这样胡说 这事如果传出去 自己真是无法做人了 唐宁心拍掉楚剑丘的手 恼火地道 楚剑丘 你可别想着甩了我 你若敢负我 小心我的拳头 说着 伸出那只粉嫩的小拳 都晃了晃 威胁地道 楚剑丘不由哀嚎一声 一手俯额走了开去 这真是无法做人了 这小丫头 对这些事情懂个屁 只不过都是看了一些 话本小说 学着上面的话 乱说一通 谭优先看着楚剑丘 那无奈的样子 不由得言嘴而笑 饶使楚剑丘足智多么 但拿一根筋的唐宁心 却是半点办法都没有 身头非彻 见唐宁心如此说 也没有办法 只好转向左丘连竹道 左丘师妹呢 也是跟楚师弟 一样的打算吗 其实楚剑丘 对宗门那些做法的不满 左丘连竹又何尝不时 心犹芥地 正是由于对宗门 很多作风的不满 所以弟子风 从上到下的形式 才会显得那么的肆无忌惮 在别的弟子眼中 看来就有点像是疯子 玄剑宗内部之间 有太多立场的算计 崔雅云正是不喜欢这种形式风格 才显得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而崔雅云的作风 也自然影响到了他的两位弟子 所以左丘连竹和洛指云的形式风格 也根本不遵循那些陈规陋戏 但是即使对宗门形式的不满 左丘连竹却是深知 这次血沙宗行动的严重性 一旦血沙宗所谋成功 那将会去整个玄剑宗 甚至是大秦王朝的大灾难 站在宗门大义来说 左丘连竹应该站在深土飞彻这边 一起去阻止血沙宗的行动 但是左丘连竹却又不想勉强楚剑丘 楚剑丘为了他们 已经做得够多了 无论是在玄龙山上 从那华海境大妖手下采摘天机玄农草 还是独自引开 强行提升到华海境的楼叶梦 以及这次为了救唐宁心 被鸾光辉打落血沙沼泽 这每一次的行动 楚剑丘无不时经历了九死一生 也就是楚剑丘命打没死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人 恐怕早就已经死了无数次了 如果还要勉强 楚剑丘随他们一起行动 这尾时对楚剑丘太不公平了 而且随后的行动之中 必然也会极为艰险 随时都会有丧命的危险 楚剑丘为了保护他们 势必都会挡在前面 就像上次面对楼叶梦一样 所以左丘连竹感觉自己 根本就没有资格为楚剑丘做决定 但是左丘连竹却知道 一旦自己做出决定 以楚剑丘的性质 肯定不会丢下自己不管 必然会随着自己一起行动 左丘连竹心中 陷入了极端艰难的挣扎之中 一方面 他受崔雅云的影响极大 企恶如丑 一向以宗门大义为先 而且他身为宗主 左丘文之女 面对这种事情 本来就应该义不容辞 但另一方面 他却不想楚剑丘 再次因为他而涉险 身途非彻 看着陷入沉默的左丘连竹 也并不催促 以他对帝斯丰的了解 虽然他们形势有点肆无忌惮 但是面对这种大是大非 却是绝不含糊 算了 你也不用问左丘师姐了 保护宗门 人人有责 我和你一起行动便是 楚剑丘摆了摆手道 他自然看出了 左丘连竹心中的挣扎 为了不让左丘连竹为难 便替他做了决定 如果左丘连竹想都没想 不顾及他的感受 直接就以宗门大义为由 站在身途非彻这边 要和身途非彻一起行动 阻止血沙宗的图谋 楚剑丘依然会随他们一起行动 也依然会敬忠 左丘连竹为宗门牺牲的精神 但以后 他和左丘连竹就不再是同路之人 但是左丘连竹的沉默 以及挣扎 却赢得了楚剑丘的认可 无论左丘连竹最终心中 会做出何种决定 至少左丘连竹为他考虑了 顾及了他的心中的感受 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观念 而自作主张 单凭这一点 楚剑丘就感觉足够了 左丘连竹闻眼 猛然抬起头来 看着楚剑丘的目光中 爆发出异样的光彩 小师弟你 楚剑丘微笑地道 社姐不必都说了 毕竟我也是玄剑宗的弟子 这种事关宗门生死存亡的大事 我也有责任去做 左丘连竹心中感动 他知道楚剑丘如此说 只不过是 为了让他心中好受一些而已 但越是这样 左丘连竹心中却越是愧疚 说实话 楚剑丘尽有玄剑宗这一年来 包括第四封在内 并没有给楚剑丘修行上多少帮助 楚剑丘修行所需要的资源 大都是他练制灵符自己赚来的 反而是楚剑丘所练制的灵符 在这次秘境任务之中屡历其功 在与血沙宗弟子交战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楚剑丘现在返回到秘境入口附近 等待通道的开启什么也不做 也无可指摘 深途飞彻听到楚剑丘的话 顿时大喜 向楚剑丘攻守行了一礼道 多谢楚师弟 楚剑丘摆了摆手道 深途师兄客气了 其实楚剑丘对深途飞彻的印象还不坏 虽然楚剑丘感觉这家伙也有几分傻憨 但至少不会像不飞跃那些人一样 一口的仁义道德 一肚子里面却满是阿扎祸色 在他们那些人的手中 道义向来都只是用来绑架别人的工具 而不用对自己有半点的要求 而这个深途飞彻 虽然想自己和他一起行动 阻止血沙宗 但至少没有用什么宗门大义来绑架自己 强迫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一点上 楚剑丘还是对深途飞彻颇有好感 既然已经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众人便收拾了一番 打算找个隐秘安全的地方 好好调养休息一番 接下来的行动 势必是更加剧烈的恶战 众人必须调养好 保持最佳的状态 才能够保证更好地完成任务 否则 以他们目前的状态 贸然行动 只会突然给血沙宗送人头 众人打扫了一番战场 把那些死去的同门尸体买好 把那些遗落战场的法宝丹药 也收拾一番 在打扫战场时 众人明显地发现 血沙宗的弟子 比起玄剑宗弟子 富有得多 玄剑宗真气境九重的武者 用的法宝 大多是二级上品法宝 只有少数几个顶尖强者 用的法宝 才是二级极品法宝 而血沙宗弟子这种 真气境九重的武者 用的基本都是二级极品法宝 少数比较穷的血袍武者 用的才是二级上品法宝 不过众人 对这一现象也并不奇怪 血沙宗 原本就是大前王朝境内 五大宗门之首 玄剑宗在五大宗门之中 不过排第三 无论是在实力 还是底蕴上 都比血沙宗弱上一筹 血沙宗弟子 普遍比玄剑宗弟子有钱 这也是正常之事 这一战 虽然折损了不少弟子 但是众人的收获也不小 如果这次不死 能够活着出去 就为势必能够再上一层 对这次死去 这么多的师兄弟 众人的心情也很是沉重 但是却很快 就收拾好了心情 在新泽密境这么多天 经过大大小小 这么多场大战 众人也早已见惯了生死 收拾打扫好战场之后 众人便开始上路 深途飞射向楚剑丘 详细讲述着他们的计划 在进入新泽密境之前 宗门的高层 便把他们这些核心的弟子 召集在一起 让他们每人 各自率领着内门中的精英 各自行驶 他和扎心河 以及内门中的其他几名 核心弟子 各自率领百人 专门去破坏 血沙宗的行动 而鸾光辉 蒲向明 谭忧心和布飞月等核心弟子 则率领一批弟子 在玄龙山下会合 执行采摘天机玄龙草的任务 而其他的内门弟子 则是承担吸引和扰乱 血沙宗弟子事件的任务 楚剑丘听到这里 心中被有冷笑一声 说起来倒是好听得紧 说白了 这些不知情的弟子 就是炮灰 不过左丘文 可也真是狠得起心呢 上万名那门弟子 就这样当炮灰 给血沙宗送人头 不过血沙宗 却好不到哪里去 这次进入 心泽秘境的血沙宗 也有很多只是 真气井六七重的弟子 这些弟子 遇到深途飞车 这样的玄建宗高手 也是送人头的名 因为心泽秘境 实在太大 要将单凭 数百名真气井酒中的 血泡舞者 就想探亲 蕴藏有 血沙玄膜液的血沙沼泽 实在不是一件意识 所以血沙宗 也只能派遣 大量的弟子进来 这些弟子之中 修为达到 真气井九重的 只有少数 而这些 真气井九重的 顶尖强者 才是真正 执行任务的人 而那些竞解低微的弟子 只是作为 探测之用 这样一来 心泽秘境完全 成了血沙宗 与玄建宗 两大宗门的战场 在这一个巨大的绞肉场之中 两个宗门每天 都有大量的弟子死亡